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凤叔讲的 会冲动 会冲动 我们要全买这个古早鸡 古早鸡跟现代鸡有什么不同 其实有时候是品种的关系 对 所以以前的小时候我们吃的品种 对 现在开始在流行这个 半土鸡的感觉 对 半土鸡 因为我们又买来要吃全鸡 一买来要全鸡我就说 就有进步的感觉 就有冲动感 对 没关系 我们不要吃全鸡 不要 来 我们先用到半只的量就够了 果然秋天只要半只就好 对 因为你其实买全鸡 你在家里会处理的话 它价钱也比较便宜 对 其实是 对 你的变化性也比较大 有时候比如买 比如我们家全鸡好了 我可能今天我想要做后半段 前半段 或者是直接就拔对它 可是我们不太会剁 有时候其实它很简单 用手扒机的方法就可以 也可以 像这个买回来吃 其实你很简单的嘛 用刀子从这边做解剖 刀根的部分这里 多一下 好 再用切的 对 剁鸡也可以很优异啊 是的 来 反过来 好 我们来选一下 从背的地方这边 这边是最好下的 好 鸡屁股呢 你要吃整颗还是半颗 都OK 你要吃整颗的 你就从旁边散进来 它就整颗了 你要吃半颗的就从这边 好 那你呢 半颗 我就留给你吃全颗啊 好 全颗旁边 好 就这样进来 好 来 你看到这个骨头 为什么可以在电视机前面说 我想要吃鸡屁股呢 感觉上你很喜欢吃鸡屁股啊 有啦 就烤鸡的时候 是不是 好 来 中间骨是最好下刀的 你不用拖很用力 你只要看我刀 真的喔 往前 往后 往前 往后 往前 往后 抓着它的大腿 对 就滑进来了 真的蛮简单的耶 很简单 有没有 真的耶 到这边的时候不需要在那边 啊 不需要 就一样转过来 你要早点讲啊 我都这样啊 你都是这样 每个妈妈都是啊 没有 我们都这样了 到底是要摆出来 转过来 一样用画的 有没有 一样前后 对其实不难耶 前后 前后 哇 不小心 就半只了 就半只了 对不对 来 这一块就留着 这只小 我可能要炖汤的时候来用 所以这个骨轮的地方 一样一刀 两刀 有没有 好 一样喔 我先把边边划开 好 取下来了 对不对 好 再反过来 翅膀 翅膀 要吃这个翅膀 一样 有没有 前后 欸 不用对耶 对耶 是不是也取下来 是不是很简单 怎么给你一脚都变好简单喔 我们好像第一次 第一次在节目上叫做鸡 对耶 是不是 就觉得好简单喔 反过来 那种声音 就可以很优雅嘛 取大腿咯 大腿 来 从这边进来 皮画进去 好 用你的手放在这边 一二三 翻开 开了 就开了啊 对不对 是不是有骨轮 对 好 来 一样 不小心 它也下来了 对 好 要这样做 还是这样做 应该是这样吧 这样做 为什么呢 我比较不会跑的感觉 答对了 真的吗 你有奖品 来 这个给你 好 等一下 等一下什么 鸡腿给我 等一下鸡腿给你 反过来 它就不会一直喷跑来跑去 所以从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骨头 一刀 这里剁一次 两刀 三刀 因为这就细细的骨头了 对 划开一看 我们要吃鸡排 不有时候会有肋骨 对啊 你看这边一样 顺着的 一刀 两刀 刀好 它那个一条一条的 就可以剁开 就剁开了 是不是就很轻松 真的蛮轻松的 我教大家以前就学会了 真的 来 新家娘今天都会剁鸡了 真的 下次叫大家鲨鱼 好 这里一只骨头 这边有一个关节 这里有关节 所以它叫三截刺 对 来 好 这里 好 对不对 真的耶 鸡腿这样子有没有 四块 来 先剁哪一块呢 就一样这个长度 对不对 拉开 把它拉直 拉直 这一块 一样靠这里的地方 一截 中间 一截 这里 一截 好了 斑鸡切好了 其实这样只有胸跟腿要剁一下 是不是 因为三截刺基本上我不会把它分开 一定要一起吃 哦 你要拿下一次吃都可以 对对对 鸡腿也不用分开 很快就好 大腿骨跟小腿就好了 剁鸡的教学已经到这边就是